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分享這段景點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一起低頭來做個禱告 自我鬼人的上帝 我們滿心的感謝你的恩典 你透過聖經的故事來賜給我們智慧 使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可以分辨善惡 雖然有時因為我們的軟弱 使世界成為黑暗 痛苦 哀哭的地方 但是你的慈悲憐憫 使我們從你那得到了新的生命 成為這世界的光 求你用你的話語 打開我們每一個人心裡的燈火 使世界成為光明 醒了又滿有盼望的地方 我們這樣祈求祷告 都是奉主耶穌的聖地求 Amen 好的上馬列人的故事 在耶穌所說的好幾個故事裡面 算是家喻戶曉 每個人都非常清楚知道的一個故事 但是呢 我今天用來講這個故事的主角 並不是講上馬列人 而是在這段經文剛安時裡面 最先出現的角色 請問這個角色是誰 是律法師 對是律法師 我們要來講這個律法師的故事 在這個聖經當中 記載的是這樣說 他說有一個律法師起來 試探耶穌說 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想這個律法師剛剛正在聽耶穌講到 當耶穌講到一半的時候 他便要起來試探耶穌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在這段經文當中 這個試探在希臘文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意思 他是要利用詢問的方式 是企圖使對方落入他的圈套 所以這個試探他不僅僅只是要考驗耶穌 知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甚至已經設計好一個要讓耶穌掉進去的陷阱 所以我們就能夠很清楚 這個律法師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來試探耶穌 他簡單來說 他就是要讓耶穌知道 要讓他知道我要考驗你的問題 要讓你知難而退 要讓你難堪 看起來這個律法師跟耶穌有很大的仇恨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們兩個有這麼大的仇恨 我們回溯到耶穌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的背景 那時候絕大多數的律法師 祭師們都相當的討厭耶穌 把他視為嚴重點 甚至要加害他 因為在這些人看來 耶穌是一個破壞社會秩序的人 他帶來了不一樣的信仰觀 對人 讓人對信仰有不同的體會 讓人對天國的那個印象有不一樣的了解 讓他這種新興的思想 動搖了祭師律法師 在這個社會上面的地位 所以當然今天我的地位會受到動搖 我是記得第一者請問 對於這個來破壞我的地位的人 我會怎樣 我會想盡辦法把他弄下來 我不會讓他繼續在那邊 跟大家說一些不該說的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說 耶穌當然是一個要讓他們趕下台階的人 就像這段經文所說的 那個非常熟知摩西律法的專家 那個律法師一樣 他正想要用一個永生的問題來試探耶穌 藉此來捉弄耶穌一番 那耶穌他的心理非常的清楚 這律法師他的記錨 所以他反過來用律法的角度來反問這個律法師說 那你說說看 律法上寫的是什麼 你念的又是怎樣的 哇看耶穌用一個巧妙有智慧的方式來回應這個律法師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律法師的問題 反而利用一道新的問題來回應他 不過那個律法師很快的回應耶穌一個問題 他說你要盡心盡心盡力盡意愛著你的上帝 又要愛臨舍如同自己 律法師他相當的清楚明確的回答律法書上所說的 他本以為他搶佔了先機 比耶穌更加清楚律法中的條例 所以戒指要來打擊耶穌 但是沒有想到 耶穌卻再次回應說 你回答的是 你這樣行 就必得永生 有沒有覺得哪裡很奇怪 剛剛我們說這個律法師是要來做什麼 剛剛這個律法師他要來做什麼 他要來試探耶穌 那請問 你們聽到耶穌最後這個回應說 你說的是 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你覺得耶穌有沒有被打敗 沒有 那個口氣 好像他完全沒有遭受到那個律法師的打擊 照理說律法師的試探到這裡就結束了 因為他已經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因為耶穌最後回答的那句話 你說的是 照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這句話 他剛好說中了律法師 他心裡面很大的一個把柄 為什麼 因為律法師本身知道 他自己沒有辦法去遵守這個律法上所說的 他沒有辦法去遵照律法上所要求的去做 他說怎麼可能有人從出生到死亡能夠去完全遵照律法上所說的呢 如果你今天要我遵照這個律法去完成它 我才能夠得到永生 那如果做不到呢 就只能死亡 而且 況且在那個時候 靈色這個詞的定義是一個非常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一個詞彙 所以換句話說 當我們要遵守一個律法的時候 這個前提是 遵守的人 他必須要知道 律法的標準有多高 才能夠去遵守 這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生活當中 交通耗制如果不清楚 請問你知道要怎麼遵守嗎 不知道 這時候如果 突然間有一天停電 沒有紅綠燈了 請問這時候要走還是停 不知道 所以那個律法的條件 要非常讓我們明確的知道 怎麼樣去遵守我們才夠遵守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社會 靈色的這個字眼 他非常的備受爭議 我們先來看看說 為什麼這個靈色這麼要備受爭議 這個問題的重點 要怎麼去解釋 我們可以看在立位記十九章十七節的中間 他的經文這樣說到 他說 不可心裡恨的弟兄 總要指責你的靈色 免得因他擔罪 不可報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己 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他所說的靈色 所指的是以色列的同族人 但是問題來了 在同一章裡面的三十三節 卻這樣記載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居住 就不可欺負他 和你同居的外人 你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樣 並要愛他如己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祭局的 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似乎要告訴我們 我們也要視外人為自己 所以靈色應該包含外人嗎 還是他只包含以色列的 如果你聽了這兩段聖經 你覺得靈色是包含外邦人嗎 包含 還是他應該只包含 自己人 他們因為這兩處的聖經 表達不一樣的意思 而他們有所爭議 他們就認為說 那這個律法你叫我要怎麼說 你說我要愛靈色如同自己 但是這個靈色我們都搞不清楚 我們要愛的人是誰 我又怎麼樣去愛這個對象 所以對這個律法師來說 這根本就是沒有辦法遵守的 那你說我應該要如何去遵守 所以當耶穌說 你這樣做就必得永生的時候 那這豈不是耶穌 根本就不把這個靈色的問題放在心上 所以對那律法師來說 耶穌的最後這句話 對他來說多麼大的震撼 因為如果我遵守不了 那我唯獨是 然而在律法都還沒有清楚的狀況下 那耶穌竟然這麼說 那根本就是耶穌很直了的 就是跟律法師說 那你這樣就只能等死罷了 所以律法師為了表明自己是有道理的 所以才繼續問耶穌說 那你說說看 這個靈色是誰 誰是我的靈色 然而耶穌沒有直接回答律法師的問題 而是像律法師說了一個好的薩瑪利亞人的故事 這個好的薩瑪利亞人的故事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人落到牆道手裡 祭司、立位人經過那裡 都沒有人願意去幫助那個被破壞的人 唯獨誰來救他 薩瑪利亞人來救他 耶穌他清楚的知道律法師 他心中那種沒有辦法遵守律法的無奈 並且知道他沒有能力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 對於律法師來說 倘若這就是上帝的要求 那他根本就只好等死 因為他沒有能力能夠遵守 對這樣的狀況 律法師沒有半點盼望 因為他相當了解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是無能為力的 那耶穌透過這一則故事 要把恩典帶給律法師 在那故事裡面 祭司和立位人經過那裡 看見那被打個半死的人 都從那邊身邊離開了 因為祭司生怕觸犯律法 這律法記載在立位紀21章第一節中所說的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告訴亞倫子孫做祭司的說 祭司不可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所以當祭司看到那個人躺在那裡的時候 他覺得他已經快被打個半死 他有可能變死人 我如果去摸他我就不接近 我就不能進入神殿 我不能來舉行聖禮 請問如果今天你是祭司 你等一下要去教會了 你摸了他之後你就不能去舉行聖禮 請問你敢摸他嗎? 不敢 對他來說他害怕 所以他很好過去 他就不去關心這一個人 那另一位人呢 他是擔任協助祭司處理聖殿的事務 所以他趕忙於說 哇等一下我要趕快去聖殿 有很多事情我要處理 我怎麼可能還 當然是上帝的事情最重要啊 這個人躺在這裡死的幹嘛屁事啊 所以對他來說他很忙著要趕快去教會 他怎麼會想要去管這個人 他到底死還是活 所以他也是趕緊離開那裡 沒有去幫助這個人 我有誰 我有那個動了慈心的撒瑪利亞人幫助他 在這段經文裡面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律法師與耶穌的對話中 兩次律法師對耶穌所提出的問題 耶穌都沒有回應 他都沒有直接的回應那個問題的內容 他在他的回答裡 改變了律法師問題的重點 在第一次的問答中 耶穌沒有回應如何得到永生的問題 反而那 律法師意識到自己在遵循律法上的無奈 並且要讓他知道 字句是叫人死 經意是叫人活 律法的內容並不是能夠帶來拯救 他只是叫人之罪 就如同羅馬書第三章二十節所說的 因為沒有人能夠靠遵守法律 得以在上帝面前被宣布為意 法律的效用不過是讓人知道自己有罪罷 所以憑藉著遵守律法是不能叫人而活的 唯有靈可以使人重生 雖然經上所記的全部都是出於上帝 都是聖結 都是屬靈的 但是他們落離了聖靈的能力 就變成不過是一個叫人死的字句而已 所以耶穌要律法是不要死守那條文上的字句 而是要了解其中所含的經意 你要儘心儘暨盡盡量 敬意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臨時如同自己 這其中所說的就是愛神愛人 如依耶穌說的那個薩馬利昂所行的一切一樣 這便是耶穌要告訴律法師要注意的一點 而在第二次的問答中 耶穌依然沒有回應律法師 那其是我臨時文底 那个人说按着律法我应当爱灵色 但是谁是我的灵色呢 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告诉他谁是他的灵色 但是耶稣回答的重点不在于谁是你的灵色 而是你能够成为谁的灵色 那个撒玛利亚人是那个被迫害的人的灵色 但祭司和立位人都不是那个人的灵色 撒玛利亚人做了灵色该当做的事情 他走过去探视这个受伤的人 为他包裹伤处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他到殿里去照应他 律法师问谁是我的灵色 耶稣却要让他知道 你自己先做一个灵色吧 你何时进了灵色的本分 你就会在那里找到 你就会在那需要你帮助的人当中找到灵色 你若进了本分 你若真的爱神 你就会去爱人 你会在那些虚弱的人当中 找到你所要找的灵色 你若不爱神 就根本不会看他们一眼 祭司和立位人掉头而去 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上帝 没有爱 因为他们不爱神 他们也没有怜悯 因此一看见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 他们就从另一边寻安全的道路走了 我们有时候也像那个律法师一样 倚靠律法和圣经中的字句来存活 好像当我们只要照着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 但是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 那个字句所带来的只有死亡 因为我们不能够靠着遵循法上面的一条 而得到永生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所遵行许多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应尽的本分 周日要来做礼拜 守安息日 遵守十一奉献 负担教会的事工 这些种种应尽的本分 但是这些我们所行的 若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若没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所做的都不是永远 因为我们仅仅是像这律法师一样 照着这律法上的条例来生活 而不是活出在基督为我们死后 所活出的新的生命 所以爱是一切行动的开始 如果没了爱 我们去遵行的律法 这律法所带来的就只有死亡 我们应该要去了解上帝的爱 才能够让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带来生命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只是为了奉献 而是施所着上帝的爱 及爱上帝的心 将我们对上帝的爱 用奉献的形式来回应他 那这爱不是单单的只回应那爱我们的上帝 也应该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的时候 而得以成为别人的灵色 成为那个撒玛利亚人 我们应得上帝的爱所行的 是靠着神所加给我们力量的恩典去行 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因为律法是叫人如此行才能够存活 但是这恩典却要让我们活着 能够有能力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恩典 来成为每一个需要帮助人的人的灵色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知道人软弱的上帝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有时我们在罪恶中失去方向 有时我们想用我们的行为来称义 有时我们对你的恩典没有信心 有时我们倚靠自己超过倚靠你 有时我们就像这律法师一样 在这些事情上跌倒 但是主 你黎明我们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得着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能力行出你所喜悦的事 我们以诚心的心 感谢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的神明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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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